接著呢 我們就要放到 定鍋裡面去蒸 香菇 蝦米跟蘿蔔乾 對 我們就趁著它在蒸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稍微做一個調味 然後爆香一下 等火 它跳起來我們就可以把它鋪在上面 可以吃了 看一看吧 哇 好香喔 呼不及待 它拿出來 大塊朵一下 好 我們加一點醬油膏會更好 對 我可以吃嗎 品嘗一下吧 Q的 很Q耶 很Q 我覺得它不軟不硬 非常Q 很可口 我們今天來做蛋糕 你覺得 細一點也可以做 是 那我們就先來打蛋囉 我們只要放四個蛋 接下來我們當然要加糖囉 好 把糖加進來 如果要蛋糕好吃呢 我們就加一點點這個黑棗漿 黑棗糖漿 它比較健康 好 繼續鎖緊 然後調到兩分鐘 就開始來打它 好 然後你看它 它有打到變濃稠狀態 好 它有那個濃稠度出來了 哇 待會就可以吃 那這個時候我們當然是 要把麵粉加進來了 好 我們也不需要設定時間了 對 你就直接 對 已經均勻了就好 那接下來老師 你要一一的 來倒到我們的容器裡面 就要倒多少這樣 八分滿就好 要預留它會膨脹的空間 你來幫個忙 你要放上葡萄乾 在我倒好的麵糊裡面 好 放在上面嗎 對 給它加個料 OK 對 好 我們就把它放進 預熱好的電鍋裡面去 接著就可以開始來蒸它 一杯水15分鐘 Are you ready? GO 好 可以拿起來的嗎 老師 真的耶 感覺好軟喔 蛋糕就出現了 做蛋糕 我們一定要給它 稍微裝飾一下 你看 它非常的黏細 真的非常的扎實 對 這個自己做的蛋糕 它裡面不會有粗的孔洞 因為我們不加一些膨大劑 老師你又有法寶要跟大家分享了 這是什麼樣的新發現呢 對 我們有一個研磨機 可以磨什麼東西 它可以打一些比較乾性的材料 像平常我會拿它來打一點絞肉 做蒜片 或者是蒜泥丟進來 看你要多大的顆粒 好 用這個來做 你來打個綠豆粉 綠豆放進來 可以 接著我們來放這個蓋 當然蓋子也是有一個安全開關 可以把它卡住 接著我們就是用瞬間開關 這兩片刀子確定它能夠磨碎嗎 這個我覺得蠻好心的 老師真的要磨多久 看你要的出息程度 對 我們就把它打得更細一點 磨得更細了 對 更細了 它的營養精華都在裡面對不對 是 而且你看我們是連綠豆的殼 一起把它磨碎 一般的研磨機 沒有辦法磨到這麼均勻 然後裡面都經常會找得到 一整顆的豆子在 你看 你這樣子做 你要拌一點點 看你要蛋白或是調蜂蜜 優格 都可以把它調成這個面膜 來敷臉 因為它只有這個兩個燉刀 那我們在這個豆子在研磨的時候 它會不會跳來跳去 但是它一個都跑不掉 因為我們的轉速實在是夠快 一分鐘兩萬轉